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指特首参选人梁振英 01年担任西九概念规划比赛的评审时 同其中一间参赛公司 黄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有关联 梁黄固当年与马来西亚拍档参加西九的比赛 并透过威宁舍工料策略师行 向大德梁行索取有关西九的地价资料 而梁黄固期后就将大德梁行列为顾问 梁振英下周见传媒时指 2002年2月28日 他接到通知要取消黄梁固的参赛资格 而同年3月他去信政府 只没有为意成为了参赛公司的顾问 政府之后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质疑 梁振英重新过程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投票时也不知道参赛者身份 他和这两间公司都没有业务来往 相信今次事件政府没有偏帮任何人 我和我公司在这件比赛当中没有利益冲突 我的申报是符合评审的申报要求的 不存在诚信问题 政府下周解释将十年前资料公开的原因 是回应传媒的查询是没有其他的目的 为什么这么刺激才发现得到呢 本台向梁王顾查询 但公司职员说不愿意评论事件 我们是一间职员低调的公司 我们只不过是安良公司也有参加一些比赛 以威宁舍公了测量司行发表声明 确认戴德梁行或者他的雇员 都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也都没有任何利益 强调免费索取资料是行内普遍做法 梁振英的太太认为事件 而影响丈夫的诚信 政府踩他人 我不看到政府有什么理由要踩他 那些口头的问价的东西 他们以前在折留都 一天都几十单 甚至乎过百单 很多行家银行都会口头来问东西 他又强调熟悉梁振英的人 都相信他诚信没有问题 没有先知这些听 梁振英的 曾经当任西九管理局主席的另一个特首 他的公司有关联 他不知道事件的详程 我都是看到新闻 还有看到传媒 我就看到这么多东西 我自己很记得 我是主持一些招标 或者是评审 或者是比赛的时候 我们都是再三提所有有关成员 如果他跟任何公司是有关联的 就必须要申报的 已经提名唐英年参选特首的 前女友发展局主席周梁淑言 当年都有份担任评审 他认为梁振英要为楼部负责 我们每一个评审 我相信都是有一个责任去申报的 你就一定清清楚楚 讲清楚 你有没有任何的利益 利益不是一定要有钱落代才叫利益 但是另一个评审 未提名任何特首参专人的 立法会议员刘秀成华 只是取消参赛者的资金 而不追究梁振英的责任 以及不公开事件 是评审委员会的决定 当中并没有受到政治压力 他已经没有了参与的机会 那个事件已经结束了 这个讨论是应该保密的 所以已经停了 所以十年内没有人讲过这一件事 他解释当年161份参赛作品 在第一轮评审的时候 政府和委员会都不知道参赛者的资料 去到选出了10个入围作品 政府才会知道参赛者身份 并且在这个时候发现有问题 刘秀成不认为申报制度有问题 但同意梁振英有疏忽 至于是否接触评讯问题 他就说很难评论 报纸电视记者 吴京聚不到 自由党提交62个选委提名 支持唐英年参选下一届行政长军 民建聚未决定是否提名某个人参选 又说要了解多些 梁振英担任西九评审 涉嫌利益冲击的事 自由党员和友好合共62个选委 提名未公布政纲的唐英年参选 并将已经签名的提名了价 交到他的竞选办公室 他们有信心 唐英年的民望会改善 民意我们个个都很尊重 很关注 但有时我们为了我们熟的候选人 他的政党 他的理念 我们两样都会平衡 但我绝对有信心 当社会了价了所有情况之后 唐先生的民主是会比现在更好的 自由党的行名票来自至少九个界别 包括商界、工业、立法会、 区议会及乡议局 其中29人是自由党成员 手握147张选委票价民建联 下个星期一开中常会 讨论是否作出提名 但不会敲定提名谁出选 提名的问题 我相信现在不是现时去讨论的问题 反而就是在于 从有一个这样的行业出来 我们都要看回 大家有点关心 我们当年都会要看多些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都需要自己 所有自己经历到的事 都要做出自己的费责 法文特首参选人何俊仁 已经拿到超过140张提名票 他要求梁振英和政府 披露更多当年比赛的资料 都涉及到一些核心价值 涉及到制度的公平性 涉及到重要公职人士的诚信 政府就不要轻轻賴过 或者继续隐瞞整件事实的真相 我们要求公开有关的资料 包括评分纪录 包括投票纪录 新闻党继劫流淑移植认为 选举到关键时刻 创传仍有负人新闻不出奇 最重要是帮事业合作申告 无线电视机架红细告告 曾荫权接受香港电台访问 回应如何解决双非人互 和香港分娩的问题 收负的基本法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我们从来没做过 亦都我们知道这是很艰难的事 我也都不可以解决短期上的问题 就算是释法也有很大的动作 我们试过几次 我像新闻过的时候 这件事很憎恨 本身的行政措施 没有办法解决得到 我们才考虑这些极端的方法 郑铭言说 在过去的星期日和星期一 向洞房的广东省省长朱小丹 提交安排双非人妇 来香港的中介公司清单 对方积极回应 并会从源头入手 这些中介公司要取题 另外有些车 过境的车来香港的时候 那些车牌 知道这些车 专业接送这些妇女过来的时候 车牌外所有的资料 亦都交给他们上 他们应该看检测这件事 是否取消牌照 另外他们关口方面 都是跟他们合作 尽量那些很明显 是有怀人的妇女过境的时候 特别小心处理 他们是不是已经是预约了呢 还是想冲冠的呢 曾荫权又说 行政措施已经见到有成效 近日冲急证失的内地人府 交去年年底少了六成 强调会优先照顾本地人府 毛泽尼斯记者何铭康 由专门安排内地人府 来香港分辨的中介公司说 近日关口检查严格 提示人府更早过关 政府说用行政措施 打击双非人府初步有成效 但我们上网输入香港产子四个字 很容易就找到专门安排 内地人府来香港分辨的 中介公司 声称可代办证件 如留床位安排交通直宿 现在派床位已经派到11月了 明年 明年9月头的话 我应该让市帮你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 但有的话我想价钱也很贵 但没有遇到18千万 你都不用下来香港生的了 他又说近日关口对人府的检查 比较较严格 叫顾客趁个肚子还未大 尽快自己过关 民建联和民主党对政府靠行政措施 都不乐观 举个例子 卫生署的人现在虽然在关口里面 又是抽烟点双飞的人府 但他只得一个医生 一个医生 只是朝九万十 从来在这里住口 这个夜晚之后 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空隙 令我们有规可义 香港变成了一个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有些甚至有关重 要交换 如果加上还有没有留守的利益 我相信你无论那个政策怎样做 无论政策 我相信归根究竟都以 数千万帝镜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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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岁都认为政府应该常认真考虑收益基率的 好消息D 되 as hcon 硕引力言之后 汇丰银行有缘工收到大信封 仁像 hang suf 議員協會說有可貝豐做事的會員今日被解僱 主要是資訊家的部門 估計大約的100人 有貝豐不然說不擔心被裁 都是做好部分的 沒得擔心的 因為沒得自己決定一些的人 那些志氣有不知了嗎 那些志氣就做好一點 盡量不要被人財 協會說志予豐去年宣布有裁員計劃 一直都透過勞工委員署和裁判施風傷口 希望縮小裁員的規模 但匯豐一直都不答應坐下談 協會不滿之風突然考人 他第一路只是說公會是全閘 但第一次都認爲一陣 是未有裁員狀況 需要坐下進行 我覺得前有在意 今次就即刻就即刻就開始裁判施風 這方公務員工考人了 其實對公會來說我們都覺得是很疲勞 他呼籲員工如果朝時工作 不要超過一個小時以示抗議 昔豐去年九月宣布未來 當年要裁判三千個本港員工 當年年初 銀行內共有消息 內蒙月年前後會裁一千人 悔豐大原人當時說消息實施全測 美豐電視的第一流氓 內地上海月通脹反彈 廣告一度已超過二百點 收視企穩在二萬一千點以上 一成家增加到九百億 是兩日月以來最多 在春節的效應下 內地上月通脹再升溫 達到百分之四點五 比去年十二月上升零點四個百分點 高過市場預期 豬肉和鮮菜價格是拉高通脹的主因 不過有分析認為 近期食品價格回軟有助舒緩通脹 人口短期仍然有機會放鬆零件 我們自己都期望在二月的尾 應該會有一個機會 就會減全會準備金 因為二月頭我相信 現在看到大部分的流動性 都是在過年之後 很多人存錢到銀行那裏 在半個月左右 我相信就應該可以消化了 而行指早段就跌過二百三十點 之後曾經倒升 穿過二百五十天線 收視部二萬一千零一十點 跌八點 成交九百零一億 兩大重訪股中移動和匯控 合共拖低大使超過三十點 支撤連升第七日 至今繼續炒作內需概念 李明升近一成四 聯想公佈季度業績之後 創過六個五毫半的近四年新高 武漢電視記者曾議員報道 辯訊管理局推出的公平使用政策指引 下星期一強制執行 辯訊管局說 沒有正常顯示辯訊商取消無限數據計劃 又或者調整收費是含無定價 數碼通常星期率先宣布 下星期一開始 新客戶取消無限數據計劃 其他電訊商也都有各種相關的安排 有市民在新指引生效之前 續約用無限數據服務 電訊管理局總監李敏貞說 電訊商因應指引推出 而取消無限數據計劃 更改組合內容或者加價都是商業決定 不受規管 也沒有證據顯示電訊商合謀定價 電訊管理局會密切留意市場反應 互聯網接會認為電訊管理局有責任 審視電訊商的續約條款是否公平 譬如在一些情況之下 他要求客戶要買新機 然後才可以用回 譬如在他的行期之前 用那個無限上網 變相買多兩年的合約期 我覺得如果他加了一些特別的條款 包括要他買新機 這樣這一類的要求 我覺得這一類型的問題 如果電訊管理局是否投訴的話 他應該要處理 電訊管理局說 指引下星期一生效之後 會或是留意電訊商的廣告宣傳 合約條款和細策等內容 任務違反指引 如果有的話會即時警告 再沒有改變 就會罰款甚至是訂牌 保姓電視記者來入網戶 歐洲廣泛地區繼續受部風雪吹襲 流經多國的多魯河 因為大面積結兵 部分河段要暫停航運 在羅馬尼亞主要航道多魯河 大部分河面都被浮兵覆蓋 部分兵塊更加厚大15厘米 當各派出的破冰船 用了幾個鐘才成功起離港口 為被困在多魯河其中一條運河上的 有多艘雙船開路 除了羅馬尼亞 多魯河流經駕多個國家 也決定暫停河道的航運 塞爾維亞軍方更加用炸藥 炸開大型冰塊 以免氣溫上升時 令到大規模溶化引發水浸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也因為天氣嚴寒 河道結兵變成冰刀 而在俄羅斯的克拉斯諾達爾地區 在暴風雪吹襲之下 不少房屋倒塌 強風也將大樹吹倒 壓在一架使人放車上 幸好司機及時逃生 暴風雪一共造成至少15萬居民 沒有電力供應 當局宣佈港澳區進入緊急狀態 而多個國家在持續嚴寒天氣之下 用電量倉歷史新高 部分國家警告電力系統可能會不升負荷 呼籲民眾更低用電量 另外各國對天然氣需求亦都不斷增加 雖然俄羅斯已經增加供應 但意大利和克拉斯亞的天然氣 仍然嚴重短缺 無線電視機者阮明珠報道 華北地區持續嚴寒 遼東灣和黃河兵的情況嚴重 受到極端天的影響 遼東灣的海兵覆蓋率 已經超過二萬平方公里 亦都是那個海域面積近六成 有二十艘船是要滯留在海面沒有辦法行 當局要出動破冰船幫都船安全進出港口 至於黃河部分河段 冰風的速度都逐漸加快 有近千公里旁邊冰風 而著名的湖口復潰也結冰 警區是全面關閉 據氣象部門統計 這月下旬以來全國有四十二個地區出現了極度低溫的天氣 動植物公園第一次戴下一對婆羅洲猩猩龍鳳胎 明天就跟公眾見面了 他們今天就是先見記者的 我們帶大家先到為快 這對婆羅洲猩猩去年七月在動植物公園出生 現在七個月大 男的叫雲雲 重五公斤 女的叫華華 重四公斤 妹妹會吃下哥哥 但哥哥就好像不是太領情了 這對兄妹一天要吃午餐 但手衣說其實他們都挺選擇飲雜吃的 除了奶之外 不是每樣的水果都吃 就好像蘋果和香蕉就吃 但你和提子就不太喜歡了 他們的媽媽Rabba二年十六歲 由於原來的紅星星星在08年去世 遠遠由匈牙利請來 二年十七歲的紅星星星和Rabba交配 但比較少見的龍鳳胎 不過媽媽就不願照顧寶寶寶 當然這樣我們亦都是不平常識 是帶著嬰兒見到媽媽 甚至帶著媽媽喜歡吃的東西 去哄媽媽來見到嬰兒 用了七個月時間 媽媽才第一次走過來 聞一下嬰兒 我們相信這樣做法 它已經有進展 但不會是短時間內 它會接受到嬰兒的 可能甚至好幾年它才會接受 龐蘿洲星星是憑危的靈長類動物 壽命可以達35年 連兩隻星星BB 原來一共有五隻龐蘿洲星星 無線電視記者黃曉仁報道 新聞報道月 左衛